看完之前布里斯班的暴涨区 有一些朋友跟我说 这些区域的中价位都在120万以上 有些甚至更高 那么对于很多普通的投资者来说 入场比较困难 虽然有着稳健的增值 但是租金回报并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养房成本从而也就比较高 希望我可以介绍一些布里斯班周边的区域 价格更加容易负担的 那么接下来这几期视频 我就会向大家介绍大布里斯班 从南部的Logan 西部Deepswitch 北部Morrington Bay和东部Ryland 这几个接壤布里斯班Console的区域 进行房产分析 那么这期视频呢 我将会为大家整理介绍LoganConsole 这10年来稳定增长的区域 也会提一下近期的暴涨区 废话不多说 那让我们就开始吧 我是Yoyo 专注于投资策略规划 不存房产分析和物业管理分享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并点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今后的视频了 那在这里先跟大家声明一下 我们所有的数据呢 都是从权威的付费数据网站 Cologic上面提取和整理的 那么这些数据呢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这里呢 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了解一下Logan地区的房产资讯 那所以不涉及任何的房产投资的建议 同时呢 也没有任何的土地别墅进行推荐 本质呢公平公立公正 基于尊重数据的这个想法呢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探讨 Logan呢是紧邻布里斯班的一座卫星城市 它北边与布里斯班接壤 南部呢与黄金海岸相邻 Logan市呢 在2015年的人口是超过30万 以人口论呢 是昆州第三大城市 它拥有大量的工业和商业区域 主要位于Woolridge北部和东部 Springwood和Dizzy Hill的西部 聚集在Logan Road Pacific Highway和Kingston Road之间的这个三角区域 这些工业区呢 被设计用于轻型和中型的制造业部门 大家知道吗 Logan是昆士兰的老虎机制度 在41个注册地点拥有超过2128台的机器 另外呢 澳洲最古老的RAM酒厂位于宾利地区 伴随着不断增加的文化和体育活动 旅游业呢 正在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贡献部门 十多年呢 我们经常会听到大家这样描述Logan Logan Bogan 大家知道什么是Bogan吗 那么这个词呢 是40年前澳洲的一个新生词 意思呢 就是形容一个人的言谈衣着行为举止 感觉比较粗俗 不是那么成熟 那么通常呢 会形容所在的这个区域呢 相对比较low social economic 就是比较低收入 甚至犯罪率会比较高 那其实不管在布里斯班 或者是其他的行政区 每一个地方都有犯罪率高的区域 主要看你是买在哪里 例如在Logan 譬如说像 Woodridge Kingston 这些地区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收入比较低 高犯罪率的区域 不过呢 像Rochdale South Daisy Hill Springwood等等 这一带呢就相对安全很多了 也是很多华人居住的区域 当然事务呢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像Marson过去也并不是很好 但随着这些年新建的社区商场 这个区呢 它其实也是在发生变化 好了 接下来介绍的这几个区呢 他们有一定的共性 大家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熟悉 因为他们比较偏远 相对呢新开发用地会比较多 因为比较容易可负担 所以大部分的人呢也都是自住者 在这里修建他们自己的Dream House 那所以这些年呢 有着比较不错的销售记录 土地别墅呢在40多万左右 租金呢也可以达到400多一周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Logan Village 它开车到市中心呢 大概在50分钟左右 是在宾利往西南方向 那Logan Village呢 是一个低密度的半农场的郊区 该地区呢还是比较偏远的 几乎没有特别大型的商场 或者零售店 因为D呢非常大也非常平 所以这几年呢 开发商渐渐的都在往这里去开发 房屋的中价位呢在67万 那当然都是这些非常大的地 可以开发的 那中价位的租金呢 是在515块一周 控租率呢1% 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入住 未来新铁路呢也会经过这里 那么对房产会是一个非常好的boost 那住在这一个区的话呢 都是以Tradie技工为主 那说到寄工呢 他们也还是有不错的收入的 我们帮客户管理的一些出租屋呢 有些租客就是寄工 房子里面呢有一些小问题呢 他们一般自己动手就修理好了 也是很不错的租客 当然这个也要分人了 那这10年的涨幅是3.8% 5年最近的涨幅呢是26.4% 那在过去一年的涨幅 就已经接近9% 一般呢在市场上26天就卖掉了 它在这附近也有一个非常大的私立学校 Kings Christian College 在Logan Village这个小区 评分呢是98分 ICSEA指数是1087 下一个区呢叫做Bakken 那么它是在Logan Village的东北部 也是一个低密度的半农村的这样一个郊区 地块很大 都是以这个Ecredge为单位的大地 那您如果是开在M1的高速公路上呢 会看到一些House and Land的广告在这一区 那居民要如果是采购的话呢 是可以去附近的Waterfall和宾利的商场去购物 那么此区呢有一个Bakken Conservation Park 这是一个由昆士兰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管理的 一个自然保护区 那这个区域的房屋中价位呢在79万左右 85%以上呢都是以资助人士为主 大部分的职业呢也是以Trading继工为主 中价位的租金在650块一周 控租率呢仅为0.8% 10年的涨幅是4% 5年的涨幅38.3% 一年内呢涨幅高达16% 下一个区呢叫Chambers Flat 这个区域呢在19世纪40年代 本来是一个游牧区 后来呢1848年有一个叫做John Chambers的人 来到这里开采定居 因此呢这个区呢就以这个人的名字 来命名了 这个区的中价位呢是78万左右 中价位的租金呢在550块钱一周 控租率为3.8% 10年的涨幅为4.5% 5年涨幅是接近30% 一年内的涨幅已经接近16%了 这个区呢是在前面说的 Loggan Village的西北边 以Loggan Village为中心呢 跟东北边的这个Bakken 这三个区呢形成了一个开发三角区 这个区有着不错的涨幅 也要得利于它离这个Pakridge South非常近 等一下呢我们会提到这个区啊 接下来这个区呢叫做Cedar Grove 那它更加靠近内陆了 景临Jimbuba也是在Loggan Village的西南部 这个区呢都是以大地为主 周边有非常多的自然保护区 非常适合camping 那如果你喜欢这种世外桃源的生活呢 或许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也非常的安全 自住人士呢接近87% 房屋的中价位在56万左右 中价位租金445块一周 控租率仅为1% 10年的涨幅为4.7% 5年涨幅33.4% 一年之内呢也有接近19%的涨幅 那么接下来介绍的这个区呢 它的区域面积并没有很大 但是它在过去的5年呢发展的非常好 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那我们称它为是这种Hidden Jam 那它跟以上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区相比呢 它是距离M1 Pacific Highway最近的 那它上面的北边呢就是景临宾利 几乎呢是在布里斯班跟黄金海岸的中间点 区域内呢它是围绕河跟高尔夫球场的 治安很好环境非常的惬意 这里的街道呢也非常的宽 干净整洁地块也比较大 花园整理的非常漂亮 可以看得出呢在这里的居民都是非常注重这个小区的community的维护的 很少有人搬离非常适合有家庭的养老者居住在这里 80%以上呢都是自住人士 这个区的中价位呢已经超过65万了 中价位的租金呢也是接近500块钱一周 控租率仅为0.8% 过去10年的涨幅呢是4.7% 5年呢涨幅高达43.5% 在仅仅过去一年呢也涨幅了将近30%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这几个区呢 是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区域了 那第一个呢就是安德沃的安德沃呢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区域 它是紧挨着Rochdale South 8mall plan就在这个highwaym1的旁边 上高速呢非常的方便 有小型的商场也有亚钞和这个亚洲餐馆 因此呢日常的购物消费非常的方便 也深受亚洲人喜欢 那房屋的中价位已经接近70万了 很多设计比较新的房子呢也都接近100万 那住在这个区以专业人士为主 中价位的租金呢在500块钱一周 控租率呢1.4% 一般呢上市20天就卖掉了 10年的涨幅3.6% 5年涨幅25.7% 在过去一年的涨幅也接近10% 下一个区呢是Rochdale South 那它就是在大家耳祥能熟的百万豪宅区 Rochdale的南边 也是非常靠近M1的高速公路 上高速呢很方便 那么这个区相比较Rochdale来说呢 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区 房龄呢都是在25年左右 也有一些大地 因此呢会有很多人在这个区买大地旧房 进行翻修和分割 那附近呢有个安德沃的公园 所以也是家庭呢朋友聚餐 周末野餐散步的好去处 公立小学Rochdale South State School的评分呢 还是比较没有说那么好啊 只有80分 ICSEA指数呢是1015 那这个区域的中价位接近65万 你可能会想那它为什么会这么低呢 因为Rochdale South的大部分的房屋 都比较的老旧了 因此中价位看起来会比较低 当然新设计的这种被分割的新设计的房子呢 也会接近百万的 住在这里呢还是以家庭专业人士为主 70%以上呢是自住人群 中价位租金呢在500块钱一周 控租率呢仅为1.4% 10年涨幅4% 5年涨幅26% 在过去一年涨幅呢 也有接近15% 接下来这个区呢叫Meadbrook 那这个区它的交通是十分便利 上高速很方便 30分钟之内呢可以到达布里斯班的市中心 还有黄金海岸的北边可以选择呢 去宾利和黄金海岸的 这样两条的不同的火车线 这个区域不大 但是有着非常好的community 社区生活也是一应俱全 logan医院 高尔夫球场 商场 Griffith大学和TAFE 小学幼儿园养老院 都是在10分钟的车程之内 那么这也就是大家为什么都很喜欢住在这里的原因 中价位呢接近55万 租金呢是450块左右 上市的别墅非常少 有不少的连排别墅在卖 价格呢都是差不多在30万不到 那所以别墅走得非常快 过去的5年也是超过了26%的涨幅 过去一年呢更是超过16% 控租率仅为1.3% 那接下来这个区呢 应该是被很多海外投资客 还有包括Interstate的投资客 被熟悉的 那它就是Parkridge 还有Parkridge Source 这两个区呢 他们是接壤的跟刚刚我们之前说的 Champras Flat这个区呢 它是在位于这个区的北边 那它之前呢也是一个农村社区 现在呢正在发展成一个低密度的住宅区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区有很多是以公顷为单位的大地 房屋的中价位呢也接近79万 开发商呢在这里将这些大地分割成小块做成土地别墅 价位呢大概也是接近60万左右了 那中价位的租金呢是540块一周 但是普通的土地别墅的租金呢是要更低一些的 应该是差不多在500不到的这个样子 控租率呢高达6.3% 那么因为大部分的土地别墅呢都是还是卖给投资人的 所以市面上是出现了这种供大于求的情况 过去的10年涨幅5.6% 5年增长了37% 但是过去一年呢也是在37% 这个数据呢得利于土地别墅开发的这样一个销售记录 但是究竟它现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是否适合做投资呢 欢迎大家留言来讨论 那我们还是需要谨慎入市的 那刚刚说到了这个Park Ridge Park Ridge Source这两个区呢我就不得不提一嘴 Green Bank这个区了 因为呢它是在Mallensee Highway的另外一边 那但是它的这个绿化环境啊 治安啊学校啊商场等设施呢也非常的完善 虽然在Green Bank也是有非常的多的这种大地 很多有名的开发商呢都在这里开发新区 但是很多开发商呢都要求是以百字住房为主 他们会严格控制投资者的比例 土地别墅的价格呢在50万左右 中价位租金呢也可以达到460块钱一周 控租率为1.9% 那如果单纯呢是这两个区来做比较的话呢 我个人更加倾向于Green Bank 相信未来的这个铁路线呢也会促进房产市场的稳健上升 讲完了Green Bank呢我们再来看看在Green Bank北部的有几个区域呢 它是非常靠近Brisbane council的那在过去这些年呢也有着比较稳健的增值 以自住人士为主那像这个Drewall Hillcrest Rigens Park Boronia Heights等等这些区呢离布里斯班 council非常的近 也包进M2和MSIC的这两条高速公路 十分方便如果未来的新铁路开通呢那将会有更好的增值 那么这个区的中价位在55万到70万不等 租金呢在450块到650块不等 回报呢在4%到5%之间 如果能够买到这个区的Duel Living的双收入住宅呢 租金也可以高达665块到710块一周 回报呢也是在5%甚至更高一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离M1Pacific Highway比较近的几个有品质的区域 他们是在M1的东边啊 像Springwood, Daisy Hill, Shelley Park 光听这些名字呢你就知道这些区的绿化环境非常好 有很多的公园也有非常不错的学校 当然呢它的中价位也要在65万到70多万不等 那中价位的租金呢在500块钱到650块钱一周 那控租率呢这几个区的控租率都不到1% 过去一年的涨幅呢也都超过15% 像更加容易可以负担的区域呢 我们就再往南边走 靠近宾利的Eden's Landing 还有包括Home Will 这两个区呢也是深受当地人喜爱的 中价位呢在40万到50多万不等 中价位的租金呢可以高达400块钱到500块钱左右 控租率仅为0.8% 有比较高的这种租金回报比 过去一年的增值呢也都超过13% 好了以上呢就是对Logan区域的整体的一个分析 当你在出offer或者是看到合适的房子之前呢 我们的出租团队可以帮你做一个非常全面的 更加realistic的一个租金评估 同时呢也可以帮你做出这个投资回报比的计算 如果你想要得到Logan的这个所有区域的房产报告呢 欢迎预约我们一对一的房产投资策略分析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那就给我们一键三连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们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周再见